我们人要经常懂得说对不起 我们在澳大利亚经常碰到事情 西方人就说哦 sorry 一开口就sorry 对不对呀 在家里老婆跟老公吵架 你说呀是不是你错的 你就说一句话我就算了 你说呀是不是你错 可能我也不知道 他永远不肯说自己错的 其实在西方国家 I'm sorry 对不对呀 I'm apologize 对不对呀 很简单的 中国人啊 就是不肯说 所以我教你们 如果你们开不出口 在没有人的地方拼命的恋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老婆 等到老婆跟你一不开心的时候 你就冲着他 对不起老婆 讲完了就没了 对不对呀 人有时候就是爱一个面子 这个面子害死人的 大家想一想 我们出生的时候 你是谁都不知道 你带来了什么 你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啊 名字都没有啊 你连你爸爸妈妈是谁都没有 你有什么面子的啊 所以要面子的人是最傻的人 你跟老婆说一句话说 对不起老婆给你忙一天呐 你对老婆说一句我爱你 老婆帮你忙一世啊 所以做人要口吐莲花 嘴巴讲出来要像莲花一样 要语言不识 让别人开心 你才能开心呀 很多人就不肯讲别人好 那你自己难过不难过呀 所以夫妻相处之道 经常说好话 经常说好事 一辈子活着 要多说一点 让人感动的话 要多做一点 让人感动的事 你就是人间菩萨呀